瑞瑟香公所连续第五年争取获得中央续产会支持办理乳香瑞瑟产销活动 大力推广在地的鲜如产业 而今天除了在瑞瑟站发送鲜如给游客民众外 另外也举办了大声工以及和鲜如比赛 不仅相亲民众连所会手掌陈静光以及陈廖安 也下场比大声十分逗趣 穿上黑白小点点的乳牛装 瑞瑟香托小朋友个个成为可爱的小牛 在台上又唱又跳炒席巾 而舞台旁小朋友发挥创意才会乳牛 作品相当抢眼 很对的 都是你喜欢的颜色吗 爱画这个会不会很开心 牛牛 牛哦 它的爱都是什么颜色的 粉红色 因为我觉得比较可爱 而众所期待的喝牛奶比赛 不论大人小孩早已摩拳插掌 角逐今年度牛奶王的宝座 这是瑞瑟香一年一度国产鲜如产销推广活动 现场除了喝牛奶比赛 还有大声工趣味竞赛 不仅相亲民众就连锁会机关首长 村长代表等也都报名参加 直接每个参赛者扯开喉咙比大声 逗得全场笑声不断 瑞瑟香公所连续五年争取获得中央续产会支持 办理乳香瑞瑟产销活动 来大力推广在地的鲜如农产 除了在瑞瑟战月台发送鲜如给乘客以及游客 也发送给乡内各级学校 文件站关怀聚点以及锦销单位 乡长沉浸光期盼 瑞瑟香每一个人都是国产鲜如的代言人 我想这要谢谢中央续产会在五年前 给我们这个机会 让瑞瑟的鲜如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我们的民众接触在一起 让我们的乡亲能够共同分享 我们瑞瑟这么优质的农产品 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些农产品 让我们的长辈 我们的学生 我们的家长 大家共同来享受这样的一个 优质的我们的鲜如 让我们的乡亲每一个都当做 我们瑞瑟香瑞瑟鲜如的代言人 瑞瑟香入农产业发达 且历时悠久 为地方重要的产业之一 乡长陈金光上任以来 就积极争取中央续产会的支持 年年办理乳香瑞瑟产销活动 让乡亲民众认识国产鲜如 也借此推广瑞瑟香在地优质的鲜如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瑞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